还没有结束之前 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见证 就是上帝在这个期间供应我们一家的需要 相信大家都晓得 很多做自由传道的 到处去分享表演做见证 都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的活动都取消 有些就延迟到明年 就从3月份我从美国回来之后 就没有出门了 都一直待在家里 跨周都没有不可思议 因为过去都是一直在忙碌的 那么在这个期间 有些人都过来问我 我的这个生活怎么办 那么很感恩的就是上帝一直有供应我一切的需要 一些教会还有继续的支持我的这个事工 虽然我没有在他们那边表演或者是分享 那么都有陆续一些的线上讲到这类事 主要的就是多年前 大概是七七八年前 我就设计了这种的口罩 那没想到因为这一次的疫情 就让我这个口罩的大卖 在美国 这两个是我自己设计的 后来就额外的灵感 再设计多这个不一样的口罩 在这个期间虽然是很挑战的 但是很感恩 就是接触了这些的口罩 就帮补了我很多的这些开销 不但如此还能够有多余的能够协助一些的不只是小丑 还有一些单位需要我去支持的 主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很感恩就是进入这一次上帝的供应 我是没有缺乏 反而有丰盛 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上帝 我有三个儿子 老大现在已经在中央医院开始工作了 那么老二在家里工作 偶尔也到公司去 很感恩的就是 老二虽然在家里工作 偶尔会到公司上班 公司呢 却在这个期间呢 都给他两次的这个花红 是根本我们预想不到的 这是能够见证荣耀上帝的供应给我们的家人 所以在这里要勉励弟兄姐妹 不要放弃 继续的依靠上帝 他是我们的好的爱我们的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呢是顾念他的孩子 我们是他所疼爱的 是他种价属回来的 宝贵的上帝的孩子 我们都要以信心来相信 知道他是陪伴我们走这个人生的道路 在这个非常的时期呢 他仍然没有放弃 没有撇下我们不理 正在收看节目的弟兄姐妹 记得 这美好的仗 你要继续的打 这个路 继续的跑 不要放弃 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 他跟我们一起作战的 所以呢 你要提起你的这个勇气 抓住他的应许 相信他的话 继续奋斗 让我们以最后一段的经文来作为结束 诗篇一百二十一篇 诗篇一百二十一篇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他必不叫你的脚动摇 保护你的必不打顿 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顿 也不睡觉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你的右边 晕蔽你 白热的太阳必不伤害你 夜间的月亮 必不害你 耶和华要保护你 免受一切的灶害 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 耶和华要保护你 从今时至到永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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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